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丰田四郎导演 当选日本电影史 百年摆布佳片之一 日本电影寻报 年度十大影片第二名 夫妇善载 昭和七年 大阪那一处繁华地段 坐落着一家 颇有名气的化妆品商店 维康商店 门口货车排成队 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 马放整齐 种装待发 主管出差刚回来 见店里气氛严肃 小主人也不在 一头雾水 定时小声说 小主人被剥夺继承权 然后人就消失了 主管猜测 肯定是和那个意记在一起 定时点头 应该是 小主人送给他好些鞋子 蛇皮做得贵得很 老主人推过一叠信给主管看 这小王八蛋 狗改不了吃食 再这样下去 维康家就完了 这次绝对不能心软 你也别劝了 从此以后 我没他这个儿子 可维康商店的紧张氛围不同 此时在热海度假的小主人龙吉 逍遥得很 父亲只有自己一个儿子 气归气 家产迟早还是自己的 龙吉给意记小可倒上酒 让小可唱一曲 给这帮东京人 见识一下大阪的意记之魂 小可没心情 私奔出来有些日子了 必须得为将来做些打算 龙吉淡淡地说 别担心 船到桥头自然值 小可觉得有道理 解开衣服说 我们上床吧 见龙吉没反应 罩着大腿掐下去 龙吉疼得瑟瑟发抖 抬头看东都在晃 小可正想笑呢 发现整个房子都在晃 然而这才意识到是地震 大地震过后 龙吉和小可再次回到大阪 小可不打算继续做异计了 自己的身份 害龙吉无法继承家业 同时金巴劝说 你疯了吗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你可别被骗了 小可满脸洋溢的幸福 不会的 龙吉不是一般男人 小可从异计馆逃走的事 大家传得沸沸扬扬 老父亲担心多日 没想到女儿竟然突然出现在面前 手里拿着行李 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老父亲嘴上怪罪小可不等事 身体却很诚实 一把拿过小可的行李 小可见时机成熟 马上招呼懂得远处的龙吉过来 老父亲看到龙吉一副富家公子的派头 满心欢喜 听说小可不打算继续做一剂了 老父亲很开明 好好好 你喜欢就行 妈妈听了却满脸不高兴 扯了扯老父亲的衣服 小声问 欠一剂馆的债怎么办 龙吉听到尴尬的说 这件事我们考虑过了 我回家跟我父亲要钱 小可父亲担心 你家里有妻子有孩子的 你和小可 龙吉忙打断 我妻子两年前生病回娘家了 小可会讨我家里喜欢的 实际上龙吉回到大阪就回了一趟家 如果真被家里接纳 就断不回来到小可家 听到外面孩子放学的嬉闹声 龙吉有些怅然若失 啊 我的孩子现在也该放学回家了 小可厌恶极了 照着龙吉的身上掐了一下 同的龙吉五官愁愁 既然龙吉没从家里要到钱 那两人的生活就只有依靠小可了 小可带着礼物回到医疾馆 提出要重新开始工作 妈妈非常高兴 当晚就帮小可安排了一单 小可本就是一季馆的头牌 小可回来了 一季馆生意自然种种日上 面对难缠的客人 小可游刃有余 唱歌跳舞间 不断收到客人的小费 辛苦工作的小可回到家 已是凌晨时分 贴心的龙吉还没睡 再煮海带等小可呢 一锅海带已煮了整整一天 火不能断 要不停搅拌 龙吉别的不擅长 享受生活 没输给谁过 小可不管工作多累 只要回答看到龙吉 就心满意足了 听说龙吉回来了 老主人告诉女儿鼻子 定是听说她妻子去世了 她回来演戏 假哭也骗不了我的 鼻子宽慰道 她才不知道她妻子去世了呢 龙吉在店里胡闹一番 仗着自己是维康家 唯一的继承人 有恃无恐 妈妈想问小可要点钱 龙吉说要买原料 做出更好吃的天赋罗 小可嫌弃道 哪有那个钱 我们俩得精打细算过日子呢 妈妈气愤说 你还真以为你能吊牢她 白日做梦 小可委屈得很 我从未奢望过能嫁给她 我努力工作 只是希望她一帆风顺 小可带龙吉去吃咖喱饭 这家店是从前龙吉常带小可来的 说到刚认识那会儿 小可记得清楚 去过什么店 买过什么东西 都能一无一失说出来 龙吉一门心思吃饭 小可问什么 她也只是漫不经心的答话 哦 是吗 应该是吧 在小可眼里 龙吉这是可爱的表现 两人像三岁小孩一样 在饭桌底下玩起游戏来 不亦乐乎 定时精明的很 深知小主任 无论如何都会继承家产 可主管不同 定时偷偷来找龙吉 一口一个道歉 自己拼尽全力 还是不能说服老主人 龙吉安慰 别着急 等我回去 马上吵人鱿鱼 让你做主管 听到这话 定时安心了 龙吉拿走小可的存折说 走 出去玩乐趣 定时应酬着 啊 好久没和你一起出去了呢 定时今天来 是通知龙吉 他的妻子去世的事 定时尚未张口 龙吉便打断 我知道我知道 你来就是要喝上好的清酒 我了解我了解 走走走 现在就去 小可深夜下班回家 买了好多鸡蛋 满屋子找龙吉 口中宝宝宝宝的叫 还以为宝宝在玩捉迷藏 直到打开所有柜子 所有龙吉能藏的地方后 才明白 龙吉肯定又是出去玩了 连续几天 龙吉完全杳无音讯 一个天萌萌亮的早晨 龙吉醉醺醺醺回来 满身酒气 身上臭的难闻 小可不解 你哪里来的钱 龙吉淡淡的说 你的咯 你的存折咯 小可猛地起身去找 龙吉伸手 在这里 抱歉啊 都花完了 小可气得 动手便打 真想把这个混蛋男人 打死煮了吃 小可气愤离开家 在大街上乱逛 漫无目的 双眼无神 走着走着 又走到那家咖喱饭店 点餐时 下意识要了两份 小可被自己气笑 何来的两份呢 闲逛了一阵 小可气笑得差不多了 才回家 本想看看龙吉这几天的账单 没想到找到一个诫名 龙吉漫不经心地说 我前妻死了 小可恶然 怎么不告诉我 龙吉睡已昏沉 我能猜到 所以不想看到你高兴的表情 小可为龙吉的前妻 到庙里祈福 希望自己的梦想成真 不仅如此 小可还在家里设了灵位 种种为龙吉的前妻 祈祷了49天 龙吉不解 你真是奇怪 她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 小可收拾床谱 不经意地说 为她 共事为三井 三井没了妈妈 我有责任为她祈福 龙吉抽着烟 眼睛眨巴眨巴 将前妻的灵位翻过去 抱歉啊 请转向那边 看到我心里发毛 龙吉前几十年的有恃无恐 在一个明亮的早上被打破 定时带来一个爆炸性的信息 老主人选了新继承人 鼻子的丈夫 将继承维康家所有的家产 听到这里 龙吉大惊失色 这意味着自己彻底被扫地出门 一连几日 龙吉又是彻夜不归 小可满肚子气躲在家里 终于听到龙吉敲门 小可给抓住一顿狠奏 你这个混蛋 懦夫 听说自己再也不能 继承家里的遗产 就这副德行 闹肿 小可越说越气 抓住龙吉的头 往水里按 如果杀人不犯法 真想杀了这个气人精 龙吉被凉水冰到 脑袋骤然清醒了 对小可发痕说 好好 让我走是吧 我走 我再也不回来了 小可站在原地 看着龙吉气走了 失声痛哭 悲痛难忍 让小可没想到的是 龙吉这次说到做到 一个月过去了都不见人 没了龙吉 小可的生活 再次回归一季馆 工作 工作 还是工作 让工作将时间填满 就没心思想别的了 几个月过后的一个节日晚上 小可正谈着三弦琴 看到龙吉出现 当即追上去 龙吉欲情故纵 本来是找小可的 可嘴上却一口一个 不要跟着我 看着龙吉穿得干净体面 小可心里松了一口气 龙吉现在住在维康商店 和父亲也算和好了 而且能天天见到女儿 除了没有继承权 一切都好 龙吉小声劝小可 老家伙说了 只要和你分手 我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你也能得到 但前提 你要主动声明 你和我分手了 我们合伙骗他 这样拿到两份钱 我们一起做生意 交代清楚 龙吉便走了 临走不忘嘱咐 演得像一点 拿到钱我就回来 小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将事情说予一级管管主 管主告诉小可 我相信龙吉没骗你 但是 他自己或许都不清楚 他自己真正的渴望 他有个聪明的女儿 而且男人这种动物 怎么讲呢 十分冷酷的 如果你不想他离开你 就照相反的做 毕竟如果你主动声明 那就真的结束了 第二天主管带着钱来找小可 以为事情真像龙吉说的那样 两人已经和平分手 没想到小可拒绝了 自己绝对不会和龙吉分手 主管灰溜溜回去后 龙吉气冲冲跑回来 见面便骂 你这个笨蛋女人 演个戏都演不好 好好的钱溜走了 小可委屈地说 人家怕真说分手 就真分手了 龙吉脱掉被雨淋湿的衣服 拿出从妹妹那里要来的 三百块告诉小可 看到没有 人啊 脸皮一定要厚 你也该去要点的 前一秒还生离死别 后一秒 两人就躺在一起 谋划着开一家店了 小可提议 烤红薯 这个本钱少 能干 龙吉嫌弃 没出息 小打小闹的 小可脑袋灵光 马上又想出一个 烤鰻鱼 你擅长的 龙吉大喜 对啊 行 就烤鰻鱼了 说吧 龙吉就要出去考察 小可拉住 先别急 先干点重要的事情吧 龙吉见小可起身去拉窗帘 脸上露出难为的神情 啊 浑身疼 难受 各种不舒服 说干就干 很快龙吉和小可的卖鱼店就开业了 小可和客人喝冲一片 嬉闹不停 本想趁机让客人多点几道菜 但来这里的客人都是情贵 一盘花生米 喝一壶酒 哪里还会点别的菜 龙吉摇摇头 这帮情贵 没吃福啊 丁氏奉承道 只有小主人您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食 您别急 等到老家户一死 你就能重新掌管商店 到时候再娶一位太太 好不美哉 龙吉反问 嗯 娶小可如何 丁氏摇头 小可还是继续做你的情人吧 妹夫掌管店铺后 商店氛围异常凝重 没人敢说一句话 外出送清酒的火炬 要被精确计时 晚了回来就会挨骂 不仅如此 妹夫还是个洁癖患者 商店里不准有一丝灰尘 一天要打扫180遍 本来想着开一家店 就能证明自己 就能一步冬天 没想到做生意这么难 这么累 可维康商店比 这家小卖鱼店 简直可笑 小可察觉到龙吉最近心情不好 告诉龙吉 你出去玩几天吧 花光家里的存款都行 龙吉眼睛放光 嘴上说不了不了 身体却很生实 跟小可说了两句好话后 一步窜上楼换衣服 不知道是跑得急了 还是最近累的 龙吉肚子疼 疼得受不了 小可累得眼睛冒猩猩 妈妈得了癌症 你可别说什么事 龙吉叫唤着 什么意思 我是累赘吗 你也要我得癌症吗 本因为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 没想到疼痛不紧 还越来越严重 小可只得给送去医院 老主人听说小可来了 气得浑身颤抖 让他滚 赶走他 龙吉得了肾结合 需要切掉一个肾 虽不是癌症那样严重 但也是个大手术 需要花费不少钱 妹夫听后 面无表情告诉小可 维康家没义务 我也没意愿帮助你 说话间 伯助脚伙鸡过来打扫 这里脏 小可妈妈得了癌症 眼看时日无多 妈妈告诉小可 别管我 去照顾龙吉 你那里要是不好做饭 就回来烧 烧好了带过去 老父亲也明白小可需要钱 但自己一向所有亲戚朋友借过了 每一个人愿意 小可临走时 老父亲说 菠菜我没有 你带去先 鼻子带三井到医院看龙吉 三井看到小可 不肯进去 放下花躲得远远的 鼻子很善良 深知小可的不义 拿了些钱给小可 并安慰他 我父亲很明白你的辛苦 还说你是龙吉唯一的依靠 近日还说 你为龙吉付出的太多 小可听后 眼泪哗啦哗啦的掉 有他老人家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龙吉听小可说 父亲关心小可 不住摇头 你就是太单纯了 他们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换我可不信 小可掩饰不住的开心 就算是谎言 我也愿意相信 听说自己要被一刀划开肚子 龙吉已经好几天睡不着觉了 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被救活 说话间声音都颤抖 幸运的是 龙吉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手术后就被小可送去了温泉旅馆休养 而小可则在医疾馆努力工作 拼命挣钱 小可在信中告诉龙吉 妈妈已去世 家里的房子卖了250块 用作医药费的 我一切安好 你别担心 热爱折腾了龙吉 怎么会安静下来 从温泉旅馆携行回大阪 说得好像自己要咽气了一样 三井火急火燎 跑来一看 果然是骗人的 还在院子里钓鱼呢 龙吉笑笑 我就知道你们都会上当 龙吉拆开鼻子的信 里面附带不少钱 龙吉开心极了 问三井 走 带你出去玩 保重剧院去不去 三井疯狂点头 小可又遇到同事金八 金八现在可是真正的贵太太 从前有个有钱客人 妻子死了 金八就顺时转正 现在整天没事干 就是花钱 但钱实在是太多了 怎么都花不完 金八看小可面色不太好 想必是过得一般 提出借钱给小可 让小可大干一场 还记得你我二人当年在一级馆发的毒誓吗 一定要闯出一番名堂 小可眼含泪水 不住感谢金八 有了钱做生意 小可第一时间告诉龙吉 但到了温泉旅馆才知道 龙吉和女儿出去玩了几天 已经回大阪了 小可左思右想 应该是她父亲松动 自己苦熬这么多年 也该有个名分了 老父亲也替女儿打不平 但随即又说 她家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龙吉借着送女儿回家的名头 想求父亲网开一面 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 但老父亲的心早已被伤透 不再听进任何一句龙吉的话 老父亲眼睛呆滞 坐了一会儿忙叫鼻子 快拿尿壶 我憋不住了 龙吉有一些不耐烦 给我憋回去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眼看大势已去 违康商店再也没有一丝一毫 可能回到自己的手里 龙吉气愤不已 连着妹妹一起骂 你和你丈夫都盼着我早点死对吧 我不在家 你们就在家里搞一些阴谋诡计 还当自己是天使 真恶心 龙吉在店里大闹一番 这次也没人理会了 凄凉的 连要杯水都没有 在金巴的支持下 小可的酒店开了起来 最近附近都是咖啡店 小可却眼睛毒辣 咖啡不行的 月合又清醒 还是酒好 月合又昏头 龙吉正视无家可归 于是也将酒店当成自己家 忙前忙后尽心尽力 小可的新店选者很好 附近有不少记者 他们吃的好了 喝的好了 就会在报纸上大肆报道 小可深知宣传的重要性 于是对来店里的记者格外热情 还跟记者们学了不少英语 小可问龙吉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吗 龙吉不正确地说 丈夫总是最后才知情嘛 小可专心扫地 不经意地说 我不想让三井把我看清 我想把他接来住 他没有妈妈了 我想照顾他 龙吉明了小可的心意 第二天一大早便去找三井 但三井对小可的印象 可不会因为龙吉两三句好话 就能改变 三井不想见小可 更不愿意和小可一起生活 出来奇怪 那么不愿意见小可的三井 某日竟然主动来到店里 小可看到激动坏了 将自己好容易学的几句英语 通通讲出来 三井摇摇头 完全听不懂 只是一个劲地找爸爸 小可忙让厨师做牛排 哦不行 牛排时间长 做三明治快些 小可慌忙得很 不知道如何捅三井 但三井一个劲地找爸爸 不想吃任何东西 小可这才去叫龙吉 见了爸爸的面 三井才说明来意 爷爷病重 请你赶快赶过去 听到此 小可拉住龙吉嘱咐 在他去世前 我们要在他床边 办场婚礼才行 一旦他同意 我就马上赶过去 一级馆馆长 帮忙赶制了婚礼服 太为小可高兴 委屈了这么多年 终于迎来出头之日 小可正为见龙吉父亲 说什么发愁呢 电话来了 是龙吉从维康商店打来的 老主人濒死 家里忙得一团糟 龙吉在家里已无地位 更别提结婚不结婚了 所以小可自然不能参加葬礼 小可不服 你才应该是继承人 你不能这么认输 凭什么家乘要拱手让人 龙吉无奈 只能不断安慰小可 殊不知妹夫在身后站半天了 龙吉刚挂下电话 小可又打过去 这次是妹夫接的 妹夫冷静告诉小可 不要打电话来了 我们家和你好无瓜葛 小可双眼无神 心灰意冷 慌乱跑飞房间 失声痛哭 龙吉直到晚上才回家 记者们在楼下欢歌笑语 责怪龙吉 肯定是你惹女主人生气的 一天都没下来 龙吉笑笑 那怎么行 我去叫她 龙吉刚上楼梯 就闻到一股臭味 是瓦斯 推开房间一看 小可手中拿着瓦斯管 脸上盖着白布 龙吉大喊救命 楼下的记者都冲上来 对着小可一通拍照 龙吉被吓傻了 摸着小可身体还是温的 又忙的跑下楼海 小可没死 小可没死 麻烦是一件接着一件 小可自杀的新闻 东上各大报纸头条 龙吉已无心顾及 可让龙吉更加不能忍受的是 自己身为长子 却不能抬灵杯 叔叔劝龙吉不曾告诉龙吉 我要是你 早就没脸进这个家门了 随便你 葬礼你爱去不去 众人走后 龙吉一个人在家里默默流眼泪 小可醒来后 身体还很虚弱 脑子混沌得很 一时间 竟不知自己是生是死 带着楼下的记者们 到酒楼去喝 喝个通宵 第二天清早 小可发现龙吉回来了 看到龙吉在洗手间 小可掏出手帕 忙上前递过去 但随即又拿回来 明明是自己受了委屈 凭什么 凭什么自己要这样 龙吉依旧是那副 恬不知耻的样子 没叫你去葬礼 是我的计谋 这样妹夫以为我和你分手了 我好要钱 小可不再相信这些鬼话了 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哦 是吗 龙吉带了个礼物给小可 一瓶发油 从店里偷的 小可迟疑 我从来不用发油的 龙吉并不尴尬 啊 是吗 我该偷件衣服的 小可抱着那瓶 从不用的发油 不自觉地往龙吉身边挪了挪 脸上又生出笑意来 龙吉也带小可出去吃饭 被小可拉住 不想去吃咖喱饭了 再也不想去那家店了 龙吉带小可去吃红豆年糕汤 这家店很奇怪 一单要上两碗一模一样的 龙吉问小可 小可不解 意思是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龙吉解释 实际上 装在一个碗里 也是装得下的 但是分装在两个碗里 显得分量足 婚礼服被龙吉荡掉了 在小可的追问下 龙吉不好意思掏出荡票 头也不抬 小可 我只有一个肾了 请仔细照顾我 龙吉刚起身要走 做手术的地方又疼起来 疼得浑身无力 两人走出店门 周围漫天大学高兴了 一个不长眼的男人走过来 结结实实撞到龙吉 龙吉定睛一看 是定时 定时招呼也不大 镜子走开了 龙吉不服 这王八蛋 他怎么敢 小可拉住龙吉 你不再是小主人了 他在你身上无力可图了 走了一会儿 龙吉身上冷得慌 直打哆嗦 小可领着到一处店门口 仔细帮龙吉擦掉身上的血 以后你怎么打算 还愿意继续做招待吗 龙吉认真地说 你是老板娘 听你吩咐了 小可见龙吉这边可怜样 不自觉内疚起来 都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的错 龙吉望着漫天大雪 唱起歌来 你要离开我 留下陪我 陪着我 小可掩面而起 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会是今天这样 龙吉第一次主动安慰小可 别哭了 看这片大雪 我们一起冲过这片雪吧 尾巴 重来导演有一部电影 叫道七 看着很费解 实则道七就是闪电 这部影片的片名叫 夫妇善宰 看着很高深的样子 其实是个小吃 红豆年糕汤 传说当年日本的一休禅师 没错 就是咯唧咯唧 咯唧咯唧的那位 话说 禅师第一次品尝过 红豆年糕汤之后 连声冲赞 咯唧咯唧 而不对 善宰善宰 于是弟子们 也就诗云亦云 管红豆年糕汤 叫善宰了 两碗一模一样的 红豆年糕汤 当然就是夫妇善宰 原作作者 知田作之柱 和太宰志 同属无奈派灵秀作家 有东太宰 西之田之域 除了这部1955年 搬上大一幕的作品 原作还在2013年 被NHK 以电视剧形式 再次改编 此外 1987年 石川小百合 还发表过一首 同名单曲 并获得了 第29届 日本唱片大赏的金奖 且在1987 和2006年 两度东场 日本红白歌会大赛 你笑着说 生活像扶贫一样 漂浮不定 就像街上 飘落在街上的一阵雨 虽然一无所有 内心却繁花似尽 我愿意跟随着你 夫妇善宰 你的背影 就是我前进的方向 别人看不见 丈夫你的价值 喜欢他的女人 却总能看到 寒冷的夜里 一起喝喝酒 一起走过七板 这个幽终的地方 夫妇善宰 今天也是可爱的笨蛋 虽然一贫如洗 但你荣有才智 只要懂得忍耐 美丽的花儿 总有一天会开放 就像旅行中 要有同伴一样 夫妇最重要的是感情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夫妇善宰 笑容值千金 我们要这样活下去 婚姻不幸的人 一般会送这么句话 给新人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婚姻幸福的人 一般会送这么句话 给新人 相互包容 相濡以沫 豆游首歌叫艳阳天 里面有这么几句歌词 常说的是 乐生与苦 可乐极生悲 道理又自古 春天夏天 秋天冬天 岁岁年年 百年千年 千变万变 人变心变 别让我不安 是非难变 我觉得夫妇是善宰 还是个子飞 是变不清的 这东西跟量子的状态很像 观测会改变量子的状态 而相信会改变夫妇的状态 相信善宰 往善宰努力 结果就是善宰 相信个子飞 往个子飞的方向努力 结果就是个子飞 我突然觉得佛教里的善宰 就是量子状态 见到好人好事 吃到好吃的 善宰善宰 见到坏蛋 宠治恶人 也是善宰善宰 一个善宰 全看真心 我很喜欢 善善乘风破浪 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叫男子汉宣言 和男子汉室言 改编自 左庭雅治的 观白宣言和观白视角 和石川小百合 夫妇善宰的 女性视角不同 善善电影版 则是男性视角 善善电影版的这两首歌 一直以来 我都没收紧歌单 而是单独放在一个地方 因为每次听 都被红了眼眶 人多的时候 听歌掉眼泪 实在不体面 只好自己偷偷藏起来 在你嫁给我之后 有些话要对你说 也许我的这些话 听多也不会感动 但是你要仔细听 听听我的心里话 但是请你仔细听 听听我的心里话 我在每个早上 一定骑得比你早 我在每个晚上 一定睡得比你晚 不觉得那是什么惨 就算总是吃一半 就算吃一半也好 因为马上要加班 你不要说我 说我没出息 我总是笨手笨脚的努力 我这个家 全都靠你 全都靠你啊 全都靠你 家中的事 只有你 只有你 才能做得好 一切还有我 虽然我很笨 娶到你 是我最大的福分 从那地铁口出来 穿过茫茫的人海 总是觉得会难过 自己像个垃圾袋 请你别对小孩说 说他爸爸很没用 也许生活不如意 但我一直没放弃 只有喝一杯 我才敢说 来到这个家 真是委屈了老婆 我付出很多 你付出更多 不算得失 就是生活 就算风和浪 总是迎面过 也要和你 你岁月蹉跎 你不要失落 你不要失落 你这样 我会更失落 你把大小孩子 各个抚养重人 等到了晚年 我不能比你早死 因为不想你哭泣 但又不想失去你 到底应该怎么办 到底应该谁先去 我们告别时 请你握着我的手 请你握着我的手 请你握着我的手